第1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没事 你最近倒霉净出了標心高 而且屈高不下 帮帮的 呵呵的 不要吓我 不要吓我 咔 咔 咔 对不起啊 导演 是我对不起你 你以为我真没演技啊 演员入行 没有门槛吗 父亲大人好 这是孝敬你 田净植 一线需要靠二线来博取点心吗 我早就警告过你了 你找到你别婚欠到你了 女人脱掉高高鞋就好比战士扔掉了武器 我的未婚夫黄世光可是被称为 世界之光的男人 本小姐 就是那么完美 完美 尊敬各位女士 先生们 我们的慈善拍败拍得的善款 将用于捐助 我们需要帮助的儿童 我做的慈善都是在镜头前 田小姐是默默在背后 所以田小姐是我最欣赏的那种慈善家 你的血是可以治愈任何疾病和伤口的超级特效药 羡慕吗 刘 这个孩子 不是赉语 trail 一会儿还有更大的惊喜呢 当我问你愿不愿娶我的时候点头说yes 你就可以叫我李太太了 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姐弟 陈小姐 又来了 这晃晃又有两个小时了 这回是不是来真的 一点都不坚强 一看就是失恋了 这跟你根本没关系 是因为我 开动 我喜欢的是谢灵力 加上今天这个 他一共撬过我七个男朋友 你上辈子一定是诸葛亮放出借鉴的那只草船 所以这辈子才会被扎成刺猬 我也忍意一把 跳吧 随便上就跳 哪有人250的缺人跳楼的 你活着没什么意思 你回家肯定后悔 明明身上连指甲大的伤口都没有 别装了 从车祸现场的照片来看 从车祸现场的照片来看 我至少得住三个月以上的医院 才像话吧 而且他们都误以为我伤情严重 所以才没有犯我被拘婚的旧账 我不出院 你们草地人命 我有老卫兵 要对肩盘突出 合计美去章 您的全身体检报告都在这里 身体好的真是让人嫉妒 我打死都不出院 绝对不出院 我这个样子不想被记者拍到 你放心 走的是VIP秘密通道 嗨 研究材料丢失的事 进展得怎么样了 我们还在努力上 李警官调取了那碗 全是路口的市场头 排煞可依车辆 这个叫薛灵乔的人 果然如您所料 几天全天黑市所过证件 他居然没有死 你明明可以救我娘的 但是你却看着他死去 人有生老病死 我不会打破这个规律 另外这是 薛灵乔的上保机日 是你 原来是忘了我了 这一次 我绝不会失手 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的仇人 好像已经知道我复活了 一直在秘密监视我的行动 我要去见一个人帮不运气 我可以进去吗 不可以 我要是真的想杀你的话 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 倒霉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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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你去干尸 这里除了你我不认识任何人 我只是需要个住的地方 作为回报 我会保护你的安全 安全 原来妖怪最怕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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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迷恋她 我迷恋她 人妖疏 你懂不懂 真的最后一次 不会被人发现的 那最后一次吧 出发了 神奇宝贝 我迷恋她 东东 房主缘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会被别人发现的 你到底有没有智商 你这个被放干血做成干尸 放在棺材里一百年醒来以后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的超级白痴怪物 敢嫌我没智商 没错 不知道哪个倒霉鬼出了个车祸都能复活一举干尸 你本身已经是一个冷笑话大权了 你 太酷了 哥 因为是你救了我 所以我们的心跳频率是相同的 只要靠近就能感知到对方的存在 太近或者太远的话 你就感受不到 大概一公里就听不到了 已经很远了 继续走 现在呢 继续走 还能听到吗 喂 喂 yes 再见 五百公里以外的血妖怪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 回来了 你动作也太慢了 大仇伟报 需要想个办法让她主动求我留下才行 你看她买什么吗 你们在干什么 妈 你们怎么来了 欺负我女儿 我打死你 别打了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别打了我怀孕了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说的句我怀孕了 但是问题是我爸妈在不停的打血妖怪 我把血妖怪一生气把我爸妈的脖子给扭断了 你确定大乔哥是在跟他们聊天 而不是扭断了他们的脖子 改天再和女婿谈谈婚事该怎么办 好 是 先看母亲大人的意思 我们很满意这个女婿 要是你这次再被甩 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你不了解穷女士 她说断绝母女关系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我错了我错了 我求你跟我住在一起 我求你了好不好 按照您的要求 画好之后特地进行那做就处理 明天的收网 无必万无一失 有人跟我说 我和她高总夫的一幅画里的人一模一样 看看她高总夫是否还有其他一模 或许能指引我这种仇人 骄傲的梦兽 等你冻上一天一夜 放干你的血 怎么薛妖怪的心跳越来越弱 她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静迟 薛妖怪你没事吧 你这超能力不可能啊 跑了 对不起老板 我们可以再找机会 以为她还会再上当吧 你说我没事去救什么妖怪 受伤了 感冒了 也没有办法工作了 我会保护你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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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那人为什么要杀你 杀 我在拍戏 一直以来都以为你是给我挡杀的 没有想到你才是我的傻 这是那只怪物的血 你想让我做什么 照处彻底杀死她的方法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可你女儿没有多少时间等待你去慢慢研究了 我们家田小姐又在玩花样了 奇怪 心脏怎么跳得这么无力 该死的 这不是在玩 天津植 醒醒 不要睡了 这是哪儿啊 好冷啊 你好 雪凌桥 是李教授 对不起了 我需要你那个怪物男朋友 他的目标是你 你要的是我 放了天津植 如果你休眠后 田净植还活着 我会放过他 你知道他撑不到那么久的 那就是你害了他 他根本没有打算放我 不要跟他太调解 你确定不是小植在闹着玩 小植没亲没中了 可是薛凌桥不会无故联系不上 而且重脸是 说在梁蹄的地上剪造小植的默契 是以命 拿到了小植姐今天的通话记录 和短期没有人 应该就在这里 薛凯 薛凯 你走了五百年 偏偏 走到了我面前 对 我只走到了你的面前 你一定要活下去 因为 还有人 在等着你 田净植 我不会走到别人面前的 我不会走到别人面前的 别动 你被包围了 小植和薛凌枪在冷库里 你也不要走到别人地 你不得了 你不敢再建许 我走到别人中了 你不得了 你看到你 我走到第一回 errado 从你准备救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的心就连在了一起 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情人 天津志 谢谢你 这样单纯地喜欢我 你给了我很多美好的婚姻 我不美吗 还不错 可惜人要殊途 死了这条心吗 这是本女神 特地为你亲自拍的手机桌面 你是上帝给我准备的一份礼物 别跑 再把我开枪了 宣妖怪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 你先跟我去接护士 背点写给小燕 把她身体里那该死的爱心 把我杀掉 我知道你很难受 但是我不能够这么做 为什么呀 人类都要生老病死 这是自然规则 你懂吗 我如果想要隐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就要遵守这个规则 就算为了我 再破例一次 不行吗 对不起 我不是救世主 小燕 大乔 我不会让你死 大乔 对不起 我就要你一点血 一点点就好 你怎么 我明明 明明什么 你明明在羊奶里加了药 你无论如何也要救了颜值 对吗 是 即使我很不愿意 即使很有可能让我暴露 你也不在乎吗 我 所以我现在在你的眼里 只不过是你用来救了颜值的药 对吗 不是 他叫我 如果你一定要我救了颜值 我明天就陪你去医院 然后我就离开这里 你 鱼是坏掉的龙头 你就当做了一场梦吧 梦醒之后发现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 不老不死的人 一切都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那你呢 也能把这些当成梦一样 你能忘记吗 一眨眼就到头 你会忘记后 你会记得我多久 你没再出现再无可 我想回答永远 但我已经连累你太多次了 你应该有短暂而平静的一生 这是我给不起的一生 当你说的 我从所为以后 你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等你再出现那一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 我知道怎么杀死这个怪物了 我知道怎么杀死这个怪物了 来得可真快啊 静止呢 一百年前你由你母亲的遗骨作幼儿 一百年后你又故技重施 这一百年 你真的是没什么长进啊 来报 你闭嘴 不要叫我来报 那个信任你的来报已经死了 是你杀死了他 所以你有今天 是你活该 你说的没错 的确是我活该 因为信手对你娘的承诺救了你 而你呢 却贪得无厌为了长生加害人 我接受挡了人类生命轨迹的惩罚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抄掉他的红几岁 就失去了制造 和储存满美修护美的仓库 老天人许我活到现在 就是因为我命不改决 我要你把我变成像他一样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清晰地感知到 我与薛灵桥之间的那根性 断了 薛灰鬼 起来啊 起来啊 那血 我的血 快吸啊 薛灰鬼我求你快吸 像上次一样 像上次一样活过来 快 你不是说来带我走的吗 快把我带走啊 薛灰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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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你我之前不曾有感觉 或是一瞬间花开花谢 那又是谁先动了心 让喜悦变作消息 若情变作感兴 也许你我之间正在过错觉 让我先一步想到你永远